中秋节就快到了 为了让银法长者也能够感受到佳节的温暖 国际师子会信托李氏江达荣 特别率领团队来到花莲 捐赠吉安乡2000斤的文蛋 而乡长游淑珍则颁发感谢状 感谢社会所溢注的幸福亮能 一颗颗柚子装袋堆放在长桌前 这些全都是国际师子会 这次带来吉安所捐赠的暖性物资 我们特别提供了1200公斤的柚子 提供给我们乡公所 能够发给我们乡里面的一些长者 让他们一起 透过我们自己种的有机的 非常好的老虫的柚子 过一个好的中秋节 能够办这样的活动我们非常开心 社会资源亦助吉安为了感谢他们 乡长游淑珍也亲自到场 颁证感谢状 谢谢司机会长期以来 针对于我们路灯的任养 还有几难救助关怀的布施 我相信这是一份社会的关怀力量 也推展到我们的社区 更带来吉安湘在花莲县社区评比 拿到三贯网的福利的一个肯定跟奖励 吉安湘继续努力 也谢谢所有益助我们能量关怀的每一个社团 有你们共好共荣谢谢大家 师子会攜手地方政府 资历推展各项公共事务 这次则在中秋节前送上2000金文弹 希望32个文件站及服气站的银法长者 都能感受到佳节的温暖 记者徐立琴吉安湘报道